大家好,今天是每期时间1月15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我是Cherry 拜登1月14日晚间宣布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 希望振兴当前美国在新冠疫情肆虐下日趋恶化的经济 但有经济学家指出,拜登的提案将使美国国债升至30万亿美元以上,并引发进一步危机 拜登14日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发表演讲时说 国会去年底通过的经济纾困计划远不足以应对危机 有必要采取更多举措控制疫情和进行大胆投资来振兴经济 拜登表示,他的计划包括救援和恢复两个步骤 他说,他将在下个月宣布他的重建美好未来的经济复苏计划 以加强基础设施和产业创新 刺激方案包括1400美元的纾困支票 这相当于约1万亿美元的直接救济 美国经济学家川普前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则对新提案进行了专业解读 摩尔表示,拜登新计划几乎是前总统奥巴马和时任副总统拜登 2009年的9000亿美元次纪法案的重演 只是价格高出了一倍多 当时,按照奥巴马自己的数字 与什么都不做相比,2009年的法案毁掉了几十万个工作岗位 摩尔强调,拜登提出的不是新冠病毒救济法案 这实际上是一份类似于佛门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社会主义式的愿望清单 其中列取了左派多年甚至几十年来的一切设想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穆里根和摩尔估计 至少有400万个工作岗位将被拜登法案摧毁 因为工作将变得不那么必要 摩尔指出,拜登的提案将使美国国差升至30万亿美元以上 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破产、高利率、高通胀和高税收 然而,民主党人此前却一直抨击川普 称他造成了27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摩尔向华盛顿的政客们发出警告说 金融的首要原则之一是欠债必须偿还 1月15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史密斯 致信拜登过渡团队负责人考夫曼 质疑拜登团队的首份预算提案 其中显示将对美国工薪阶层加税 史密斯15日发推文表示 作为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 他打算为美国工人阶级寻找答案 他们不希望为重大政府或资助其在竞选活动中 做出的不切实际的承诺而增加他们的税收 为此,史密斯专门致信考夫曼指出 新政府预算案暴露了其加税计划 对于这一关键问题 希望拜登团队能够尽快给予回复 史密斯在信中特别指出 拜登团队的预算提案 将成为给美国人民的第一次真正认清他们的机会 美国人将看到 拜登团队是如何为其竞选承诺买单 如何为满足其议程所需的昂贵费用 而大幅提高美国工人阶级的税收的 作为预算委员会中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 史密斯强烈反对民主党取消对政府支出的预算限制 而实施所谓的限收限付条款 将使民主党人能够在绿色新政等气候变化提案上 进一步增加支出 史密斯补充道 这种条款被设计为一种机制 以强行通过绿色新政及其他社会主义政策 而这些政策旨在伤害美国工人家庭和农民 美中交恶双边关系下降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写信给辛巴克老板 请求他为推动美中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 美国商会也释出信息 称中共高级官员将访问华盛顿 在距离美国新一届总统上任不到一周之际 新华社在1月15日报道了 习近平日前写信给美国辛巴克公司董事会 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兹 希望他帮助修复美中关系 这封信的原文没有公布 但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1月6日在给舒尔兹的信中提到 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将为包括辛巴克等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 在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舒尔兹在1999年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辛巴克咖啡馆 此后他一直经常来中国访问和进行商业活动 舒尔兹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 自己对于收到习近平的来信倍感荣幸 我坚信辛巴克在中国最好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新华社的报道说 之前舒尔兹给习近平写过一封信 祝贺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表达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敬意 观察人士指出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公布他给舒尔兹这位知名美国企业家的信 并公开表示 希望他能够为改善美中关系出一把力 这显然是向美国新一届政府发出信号 希望能够使正在螺旋下行的两国关系走势得以扭转 从历史上来看 中共最高领导人向美国商界传递欢迎信息 递橄榄枝的做法并不罕见 邓小平江泽民时代都做了很频繁的公关 依赖美国的商界推动中美合作 也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印象 在把美国资本引进中国 中国产品送到美国的过程中 美国商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项重要的美中关系信息 也是从商界传出 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布里连特13日表示 商会认为一切迹象都秒逼 中共高级别官员代表团将在新一届美国政府执政初期访问华盛顿 根据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夫米勒 1月15日发布的声明 驻伊拉克的美军兵力已经削减到了2500人 实现了川普政府去年年末制定的目标 米勒在国防部网站上就缩减驻伊拉克美军发表声明说 今天美国也按照川普总统的指示 正如我在2020年11月17日宣布的那样 将驻伊拉克的兵力减少到2500人 米勒还说 美国在伊拉克的兵力缩减水平 反映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力的提高 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预期 随着伊拉克管控伊斯兰国威胁能力的改善 支持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所需兵力将会减少 我们能够减少兵力 这是取得真正进展的证据 这位代理国防部长说 削减驻伊美军人数并不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 而是与减少美军在这个中东国家 参与重大作战行动的计划相一致 他说 美国和联军部队依然留在伊拉克 以确保持久打败伊斯兰国 伊拉克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 伊斯兰国依然是一个威胁 美国和联军的存在依然至关重要 这位代理防长说 美国依然致力于维持在伊拉克的反恐 向有军提供空中火力和情报支援 根据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 自从美国领导的联军 2003年公主伊拉克 并推翻萨达姆洪赛英政府以来 已有超过4500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 超过32000名美军受伤 米勒15日还宣布 美军实现了把助阿富汗美军削减到2500人的目标 虽然国会两个星期前通过的法案禁止使用联邦开支 把兵力减少到4000人以下 川普2016年竞选时承诺让美国从无尽战争中解脱 呼吁美国军队离开中东 2018年12月 川普撤离在叙利亚的所有美军只有约500人留守当地 2020年春季和夏季 美军在阿富汗的人数已经从13000人减至8600人 2020年2月 美国和北约同意在14个月内撤出所有部队 前提是塔利班同意一项新的和平协议 近日有美国学者认为 由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对于中共产生的经济与安全威胁 已逐渐形成共识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将会发现 川普总统留下的是紧密而又稳固的伙伴关系 更会因大国竞争之故 让不少印太国家将美国视为合作首选 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 拜登曾直接点明川普无视削弱 美国与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甚至在部分案例中放弃盟友与伙伴 但是兰德研究员罗斯曼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认为美国新一届政府接手后 将经验于美国与印太盟友伙伴关系之紧密 随着中共展现的经济与安全威胁与日俱增 印太区正逐渐形成共同危机感 这种区域的紧张情势反倒让华府渔翁得利 美方往往成为印太国家交朋友的首选 拜登更可发现 其实不用花什么心力 就拥有相当稳固的印太联盟 美国正式签署同盟条约的五个印太盟友 包括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与泰国 其中有四个国家与美国关系健康 更视中共为威胁 只有泰国滑向中共的轨道 目前澳大利亚与中共关系已跌落谷底 2020年7月 澳洲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文件 以调整部队结构反制中共 而美日同盟则进入有史以来最稳固的态势 东京支持美国印太自由开放的战略目标 更在南海等争议水域与美国联合演习 日本首相菅一伟上任不久 即决心优先并加强同美国同盟 菅一伟计划于今年2月走访华府 并与拜登见面 至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向主张 反美侵入路线 但近来却侵向华府 2020年11月 杜特尔特宣布美军可持续自由进入 并与该国行动 至于早先终止 美非军队互访协定大大不同 在韩国方面 总统文在寅一直是川普对朝鲜政策的支持者 尽管首尔不会想与北京撕破脸 但随着韩国部署 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而引发中共经济抱负 韩国不免对大朋友感到坠坠不安 罗斯曼总结 尽管在大国竞争的脉络下 美国与中共在印太区的角力 让华府仍有很多细部工作 带推展 但好消息是拜登继承的是更紧密的联盟与伙伴关系 而这比传统智慧来得更好 中国新冠疫情再起 河北省十家装饰疫情更是稍不停 相关单位也已经封锁边境 让人想起了去年武汉封城的情形 北京在1月15日开会决定 以原先入境进京人员实施的14加7健康管理措施为基础 再将管理时间延长7天 综合媒体报道 1月15日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00次会议 即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51次会议召开 落实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 据报道 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入境进京的人员管制 在14加7的基础上 再增加7天的健康监测 以加强集中观察点防疫管理 包括严格封闭管理区域医学观察措施 加大人员环境筛查频率 以及解封必须经过审慎评估 YouTube自媒体频道 无休市的中国14日发表视频 实地记录当天中国河北当前情形 视频中拍摄者指出 天津与河北互通道路都开始实施管制 将来车赶回原路 每隔500米就有检查站 严格检查运输输果食物的车辆 而小路更直接封闭 所有的村口也都被设站 除有药物者 所有人都无法通过 影片显示 在天津的大超市鸡蛋已经卖光 大部分蔬菜也都有涨价情形 卖场人潮十分稀疏 而在附近小超市发现 鸡蛋已经从原先的一斤三元人民币涨至六元 直接涨了一倍 临近的传统市场则是几乎一空无一人 剩下无聊的摊贩在划手机 15日 视频拍摄者进入河北省内 发现几乎每个路口都设有检查哨 若有需要进程 必须准备多达五种证件 而车辆入站后 被迫全都停在了管制口严格检查 入境后 可见物资被集中管理 让民众集中购买 不过街上人有小贩 运动民众违规外出 也让村长气得用广播大骂 另外实际前往车站也发现 所有火车都快速通过 并未在当地车站停车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